如果地球上同时出现了两个太阳 南方人的供暖呼声还会那么高吗 想法有点天马行空 但中国还真的造出了另一个太阳 它就是东方超环 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磁约束装作 能让海水中大量的高和穿 在高温的条件下 像太阳一样进行巨变 为南方人 中国乃至全世界人类提供无限的清洁能源 因为实验中会产生极高的温度 所以需要人造太阳以最小的功耗 获取最强的磁场 以至于约束高温废料 据了解 一杯海水所产生的清洁能源 相当于300公升汽油 一旦实现大规模的量产 利用现有的海水 南方人的冬天也可以像北方一样 穿着短袖 赤着雪糕 看着雪了 蹦极也能发电吗 瑞士公司就推出了一个比较随意的蹦极发电系统 不过本次主角并非人类 而是混泥土 它通过起重机 使水泥从高空重复抛下 产生动能 从而带动发电机发电 有人要说了 下面的水泥难道是自己爬上去的吗 其实不然 这是一种能源利用方式 发电产生的能源 会比消耗的能源多得多 而且这个蹦极系统 发电一次 能为2000个家庭供电一整天 就连这水泥宽 还是从垃圾堂捡来二次加工的 如果我们生活在木星 是不是就可以买得起房了呢 木星的体积是地球的1300多倍 放张图让你感受一下 这是把地球所有的陆地拼奏在一起 放在木星上的样子 木星的质量是地球的300倍 引力是1500倍 理论上 如果我们生活在木星 人类的身高不会超过20厘米 木星的自转速度极快 大概是地球的5倍 所以木星的表面 常年会刮着时速 约600千米每小时的电磁风暴 也就是说 你在木星生活的话 是不用考虑交通工具的 乘风归去就好了 木星的地表温度 大概是20000摄氏度 而亮度 却是地球的1万5000分之1 最主要的是 木星大约每年会遭受 10万字以上的归星降机 如果人类生活在木星 我大胆猜测了一下 人类大概长这样 房子买得起买不起 再先不贪 长成这样 你头傻 无法自我认知 一种内心失衡 人生而缺爱的表现 习惯性说谎 是一种自卑的心理表现 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虚荣心 掩盖自己的挫败感 是父母教育的缺失 自私是一种病态扭曲的社会心理 是不讲功德 嫉妒他人 感情自私的疯狂状态 没有责任感 是一种缺失型心理疾病 做事无始无终 不敢承担责任 无法理解别人的忧虑和难处 最主要的 还是父母没有教育好 赶紧告诉你身边的朋友 别因为渣男伤心了 站在科学的角度讲 渣男属于孤儿 是一种无父母的状态 科技解码 解码不一样的科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